大家好,我是苏彦沛 嘉义福安馆要成立中途之家了 他们誓言要一直照顾这个社会上的弱势团体 像是隔代教养,遭到家暴,遭到性侵的孩子们 给他们有一个自主能力的机会 但因为目前资金还不足,他们还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所以我来邀请你一起超越这个贵款活动 一起伸出援手帮助这群弱势团体 给他们看见人心的希望 谢谢您